今天要介紹的老店是位於灣仔群策大廈的信聯會 前身是中環的信德嫩兒總會私房菜 不僅價錢親民,其實連不少富豪都曾經光顧過 如果不是有一群食飲食食的朋友推介之下 真的會錯過這間低調的傳統信德手工菜館 曾經在半島嘉倫樓工作過的主廚李漢華師傅 雖然14歲就已經入行 但他坦然入住一間超過有70多年歷史的餐廳 都是有一定的壓力 除了在食材上要嚴格把關之外 更加要忙調過往農油赤醬的烹調方式 回歸信德菜,清香爽滑的精髓 Hello 你好,我是信聯會師傅李漢華 現在我們信聯會前身在中環信德聯會總會過來 信德聯會總會就1947年開始 現在我們灣仔信聯會大約成立了五年 我們團隊國內有分店 我們所有食材大部份都在那邊供應下來 包括陳酸粉或大家喜歡吃的鱗膠糕、黃糖糕 那些外面比較難找的和順魚 我們都找到的,每條都過三斤重 看來師傅講起信德菜的時候 好像假輕就熟一樣 但其實他剛入行的時候是先學客加菜的 我十四歲已經做廚房 那時候大家讀不上書 我早出來做廚房 到現在做了四十多年 那時候第一間入行的我們叫做客加菜 客加菜做到以前比較出名的廚院 即是美申集成的廚院酒家 我大概是二十五歲就去日本 那之前就在半島酒店加輪流做了 那我們半島酒店加輪流是第一班開檔的同事之一 除了日本,尼師傅也是在美國工作過 之後回香港就在喜來登酒店 專研心派的亞洲菜 直到二零一零年 信聯會老闆關山 招募他做總署 他就開始鑽研信德菜 更加內地香港兩邊就這樣學習懷舊信德菜 懷舊信德菜有甚麼困難 你說懷舊 如果不認識的就變成新菜 我們想到以前都是信德人說 想找回各種食物一定是這些 要找回味道 對菜式的調味和用料的講究 亦都令信聯會成為了不少正商名人的私家飯堂 當中四叔李兆基更加是常客 如果你的食物是做得好的 還有盡得在我們叫做粗菜精做 那食材算得好 味道做得好一定是沒問題的 每個領域都一定是找到一個出路的 尤其是香港有錢人很多是信德人 他都喜歡找回以前小孩的味道 我難聽點 我希望做到有家的感覺給他們 他喜歡吃的東西 有甚麼朋友有甚麼意味 他都在那裡做聚腳點 反而他們會叫他吃粗飯堂 雷師傅亦都強調 味精和過份的調味 都是信德菜的大忌 所以他們主要都會用天然的食材 去增加食物的層次 味精重 而味重 這些全部都是信德菜的大忌 現在信德對比清一點 沒有油 是健康的 主要不是用醬料 是用食材 要忘記以前我們以前的東西 好像開玩笑 真的要忘記這些東西 整個想法是變了的 而問到他信聯會的信德菜 和坊間的有甚麼不同的時候 他就說 如果信德菜 你說乎坊間和正宗的同質菜 都是說不適不適 我們叫它玩時定夜 簡單是蒸香爽嫩滑 如果食材已經新鮮 味精會少些 雞粉會少些 根本不需要找那些東西 去帶回食品的味道出來 如果我們先提鮮的東西 不是那些東西 分中或是一粒鹽可以先提鮮 一粒糖可以先提鮮 需要其他附送的東西 尼師傅以 順德花膠拆魚羹為禮 講出順德菜的丁水 如果我們說魚羹 魚羹是最基本的清味 可以吃魚羹的清味 我們做魚羹最主要是拿魚湯袋子 我們通常說是大魚頭或魚尾 用鮮味 鯉魚 鯉魚 用魚身的白色 拿魚湯後 其他大部分都不需要 所以魚羹的配料 就用爽口的木耳 新鮮的魚片 和餓口的花膠 令到整個口感更加豐富 而調味上 更加會用十年的新梅塵皮 去釣出鮮味 如果要香味 我們給我們一些檸檬葉 菊花 芫荽 整個香味會帶出來 你會吃到整個魚羹的層次感 之後他亦都介紹了坊間少見的大涼野雞卷 這道菜亦都很可以體驗到順德菜粗菜蒸造的技巧 大涼野雞卷 看詞簡單 但刀工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你將一塊大油 一分所有的薄 再用玫瑰露 煙5個小時後再捲 再蒸實才炸 如果你吃的時候 可以吃酒味和香味 又沒有肥膩感 但個個都說 雞卷雞卷雞卷 但其實是沒有雞的 而問尼師傅 裏面一個菜式最複雜的時候 他就表示 其實是勃仔焗魚腸 如果最高功夫 那就是魚腸 哈哈哈哈 現在已經是比較糟 現在已經是 人家一來 真是嫌麻煩工具 真是有肥膩 又濕水濕腳 對於我們以前 現在我們 在行內 只講功夫鬥 功夫鬥 那些麻煩的事情 人家開始不做 見到尼師傅的神情 他就好像一個 很好學的學生 所以都忍不住問他 其實入行這麼多年 會不會有一個時候 感到很累 但他只是笑笑口說 如果說後悔 一定沒有 由第一分鐘 到現在未轉過行 覺得都喜歡 現在一分鐘 為何我們 還會入到工會 希望傳承一下 做回這行的事情 我們都會有興趣 玩一些 從未後悔過 但 反而現在我們 聽到小朋友 或徒弟說 辛苦辛苦辛苦 很辛苦很累 我們同一輩子 如果我們剛入行 是十幾個小時 沒有人說過辛苦 根本沒有人知道 辛苦是甚麼 全部工作的人 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不會後悔 為何我們說 紅虎仔出生 紅虎仔出生 油仔打到大 油仔做到大 根底會紮緊的時間 那些東西便會紮緊 好像剛才問到 有甚麼困難 有甚麼不困難 你懂得不困難 要一定是 把菜裡的菜組 或菜式 食透了才會變 要理解才會變 這是最基本的 如果最基本的東西 根本就不是那樣 現在玩飄醇 玩到很多次 變成另一種東西 吃不到甚麼味 是吃到好味 但不知道吃到甚麼 之後又問他 會否覺得 現在入行的人 幸福過過去的人 他就很爽快地說 以前不能跟以前相比 以前那些 現在的時代不同了 以前大家適應 我們回到9點半 收11點半 是沒有常樂 有分酒樓和酒家 如果酒家 是年中無休 是休一日 九一 九月一日 休一日休息 你要休息 就要請看工 那段時間 每個人都是這樣 不是你一個 是全部人都是這樣 沒有想過休息 最厲害的是晚上 收工都去看午夜場 午夜場 午夜場 紙夜場 我們都會去看 只是一個月落 所以性格開明的李師傅 亦定期會去到 中華廚藝學院去開班 希望盡量令到 傳統的順德收工菜 有更多年輕人可以學識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